离骚全诗一共2490字 373句 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后人无不惊看 屈原为什么要写如此长的一首诗 又是什么力量支撑屈原 写下如此激情四射的长篇巨制 如果说屈原的作品 有一个特定的阅读对象 这个对象就是楚 屈原写离骚写天问 他目的是就是要对楚王说 你必须在我这说 在我说这这么去做 因为我们有什么有什么 但是他要关心民 要对民保护到民 他必须要取得权利 取得权利 权利从哪来 从王那来的 所以他必须要让王听他的 所以我们看屈原的很多 实际上谈历史 大段大段的谈历史 而且里头的内容非常丰富 天地万象 上天下地 这些都是要动用各种资源 动用各种理由 来打动君王 这首中国古代最长的抒情是 波澜壮阔 幽深眷勇 涵盖历史地理 神话方方面面 如果用竹简书写 黎骚需要大约二百片竹简 才能书写完毕 两千多年来 这个记录再也没有人能超越过 如果考虑到大量创作时 修改的草稿 体量巨大 红篇巨质的黎骚的问世 绝对是当时轰动 楚国朝野的一件大事 这注定传到 楚国宫廷和权贵手上 那些被讽刺和批判的权贵 当然会加深对屈原的痛恨 也使得矛盾变得更加不可调和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一场错误的战争即将开始 屈原能否力挽狂澜 升等光雨 此分磊落 屈原将如何演绎 他的悲剧人生 请收看 探索发现 关于特别节目 屈原第三节目 在这种情势下 楚王的态度就成为决定屈原政治生涯的关键 自青年时代开始 屈原就和楚怀王一起在蓝台议论国事 在楚宫共商大计 屈原相信 总有一天 楚怀王会幡然醒悟 重新回到让楚国强大的正确道路上 但屈原的悲剧在于 楚怀王并不具备一个大国明君的眼光和气度 就历史上统治者吧 有很多这样的统治者 就是他有这样那样的才能 但是他恰恰没有政治才能 他分不清谁是忠诚谁是减诚 一个敌人和一个朋友 他分不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 这样的一种政治数字 就决定了 他虽然有很远大的自相 但是决定了他不可能实现他的自己 《战国册》那边记载的楚怀王的一个形象 就拿我们现在的话来说 就这个人有一点耳根则软 谁说什么 谁经常跟他说好话 谁经常在他跟前巴结他 他就信谁 在一个大变局的时代 一个成功的政治家 在改变社会之前 首先要改变自己和社会的交往方式 而这恰恰是屈原政治禀赋中的一个死穴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屈原也肯定有一个解不开的这个解 这个解是什么东西 我们一般来说是这个世界潮流 我们说这个顺着的差异着的方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屈原是和自己的理想同在 他求索它慢慢的那个人生道路 所以路慢慢去修远去 我想上架去求索 屈原就是历史上最典型的一个 不懂得变通 这样不懂得运用那个时代的那种分歧 来实现自己目的的这样一个人 伟大的诗人 未必是伟大的政治家 屈原的诗人情怀 使他不屑于奴言媚骨 也不会屈意逢引 这必然使他既失去同僚的支持 也失去君王的欢心 历史和屈原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黎骚的温室 没有挽救回楚王的信任 却将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屈原 推向彻底边缘化的命运 原向流不尽 屈子怨何深 日暮秋风起 萧萧风树林 游历汉北的屈原 本意并不是要做一个文学家 作为一个肩负家国使命和家族荣耀的贵族 他依然在期盼楚王的回心转意 再度改变楚国江河日下的命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绿洲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